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全球进行事 我是秦林谦 首先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 这个礼拜国际间的重要大事 就是印尼火山爆发所引起的海啸 目前已经夺走超过400条人命了 死伤上千人 根据卫星图等资讯的推断 这起海啸是因为火山喷发之后 引发海底山崩 而因为完全没有地震的前兆 所以沿海地区的民众 根本不知道要逃命 这种山崩型的海啸 就好像隐形杀手 没地震 没台风 但印尼南苏门达拉海滩跟爪哇的西边 倒的倒 塌的塌 瓦砾堆下可能还压着失踪民众 22号晚间引发的海啸 水把餐厅淹得到处都是 另一个监视器则拍到大浪 把铁门冲破 一堆残骸甚至还有人也被冲了进来 这起海啸跟地震无关 而是跟火山爆发有关 从卫星图可以看到 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有塌陷的痕迹 而火山喷发后 有一大块山体掉到海里 海啸涌入的地方 沿岸刚好有很多旅馆 浪一打来 涌池被淹没在其中 但原本的海啸并没有那么高 起初不到两公尺 但民众看到的时候 已经被推高了 为什么浪会被推高 主要跟当地湾区的海岸地形有关 被海啸席卷过的地方满目疮痍 还有车子卡在破碎的房屋残骸中 但救援的进度还是太慢 火山喷发产生高噪音环境 可能是防灾单位 未能侦测到山体滑落的原因 再碰上曼月涨潮 山崩型海啸对印尼民众而言 是难以侦测的沉默杀手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而这次引发海啸的 是克拉克托之子火山爆发 会叫它克拉克托之子 就代表有个克拉克托火山 这座火山最所以形成 就是150年前被称为恶魔火山的 克拉克托火山喷发所造成的 当时这座恶魔火山爆发 也引发了大海啸 而且一举夺走了将近4万条人民 火山灰持续喷发 这是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 爆发后的空拍画面 而这座火山的来头可不小 原来的克拉克托火山 曾在1883年大爆发 民众当时还以为是上天赐予的免费烟火 纷纷赶到海边普遍同庆 没想到迎面而来的竟然是巨浪海啸 当年海啸造成3万7千人惨死 火山爆发的威力等同于1.3万颗广岛原子弹 据说当时印尼天空被火山灰笼罩了三天三夜 才重新看到太阳 从此克拉克托火山便被称为恶魔火山 不过正是那一次大爆发孕育了另一座小火山 1928年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开始从海平面上冒出来 1950年代后便每年以平均约6.8公尺的速度往上增长 印尼是全球最多火山的国家 从2004年的南亚海啸到今年8月的龙母岛地震 以及9月的苏拉威西岛海啸 多年下来天灾已经夺走了几十万条人命 国家资金不足装不了最好最新的警报系统 根本无法侦测不是由地震引发的海啸 还没来得及设置 旱事已经发生 反观日本吸取三一强症的经验 加上过去就发生过因火山喷发引发的海啸 所以日本积极在沿海地段布置最新的警报系统 因为面对未知的大自然一定要防患未然 才能将伤亡降到最低 TVB新闻刘婷婷综合报道 好 继续来关注的则是 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又在往前更推进一步 他20号的时候宣布要把2000名的美军撤离叙利亚 而且还声称说ISIS已经被击溃了 而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连国防部长马提斯都感到诧异 因为就在前几天的国务院才说 美军在叙利亚的任务都还没有结束呢 咒叙利亚的美军听到川普总统这些话 一正错愕 我们在叙利亚在叙利亚一段时间 我已经在叙利亚的总统 我已经在叙利亚的总统 我们真的在叙利亚的总统 我们已经在叙利亚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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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在叙利亚的国务院 川普下决策 一向莽撞 我心我素 以前还有幕僚长凯利挡着 现在凯利即将走人 叙利亚撤军的决定 没人拦得住 川普发布撤军说的前几天 国务院才表示 在叙利亚的任务还没结束 我们已经在叙利亚的行动 最近的决策 但工作还没有完成 伊拉克跟叙利亚地区 还有三万名ISIS士兵 没了美军 叙利亚反ISIS的库德武装组织 等于少了重要支援 起初美军在叙利亚的行动 多以空袭为主 之后加入地面部队 训练并提供武器给库德武装组织 一步步收复 叙利亚的首都拉卡 但还没有完全消灭他们 美军在中美中间 会赢得到特朗普和俄罗斯 但也会赢得到 斯里亚的科兰 以赢得到特朗普的叙利亚 也非常非常地 这明明会给亚洲和特朗普的信息 那是斯里亚 和实际上的大部分 是你的 一向挺川普的参议员 也忍不住批评他 犯下欧巴马式的错误 如果之后 ISIS又回来了 要怪就要怪川普 国防部长马提斯 跟川普的想法完全相反 但就连这位退役将领 也没办法阻止大老板 川普急着想兑现 他的竞选承诺 但操机过急 恐怕会让举世恶化 TVB新闻 总和报道 也因为反对川普的叙利亚 撤军决定 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 愤而辞职 结果川普呢 本来是要这个 二月才走的 但是川普要他 干脆一月就提前走人了 将由副部长 夏娜汉 站带职务 而夏娜汉过去呢 是在波音公司任职 长达三十年 川普的太空军计划 就是出自他的构想 不过也有人批评他太过伤人性格了 一直无法融入五角大厦的文化 马提斯才录完耶诞谈话 隔天就地辞呈 因为不满总统川普 下令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 川普恼羞成怒 要原本二月底退休的马提斯 提早走人 新年开始由国防部副部长夏娜汉 站带国防部长职务 而马提斯离开前 还是签署了美军 从叙利亚撤退的命令 夏娜汉2017年才加入国防部 担任副部长 负责国防部内部管理 他之前在波音公司任职三十年 完全没有军事背景 所以上任前 军人出身的已故共和党参议员马侃 就曾经公开质疑 波音七八七科机研发出问题时 夏娜汉紧急接手 避免卡关 因此赢得救火队长的称号 但有国防部官员爆料 夏娜汉的商人本职 还没有融入国防部文化 不仅下属频频更换 更和局势部门关系紧张 川普的国防政策 注重的不是战场上的成就 而是军火贩售这种能够赚钱的项目 从叙利亚撤军 也是因为美军到国外打仗太烧钱 只是这样的决策 不仅军方势力不服 国际盟友也纷纷谴责 法国总统马克宏出访非洲查德 就痛批川普的撤军决定 表示盟友应该要能靠得住 也向马提斯致敬 认为出走白宫是正确的行为 TVB的新闻余思颖综合报导 川普的一连串决策 都影响到了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在平安夜提前收盘 三大指数是全部重挫 创下了美国史上最惨的平安夜交易日 川普显然无法安心过节 他还在推特接连痛批联准会 再加上美墨围墙预算卡关 导致了联邦政府陆续关闭 纽约时报就报导了 每一天主动引战的川普 2019年恐怕会过得很辛苦 耶旦夜应该要爆炸音 但美股表现让投资人的耶旦节 过得提心吊胆 24号美股不但没上演庆祝行情 还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 已经崩到接近熊市 这是因为川普又在推特上乱放话 股市上涨将功劳往自己身上揽 下跌把错往联准会身上推 没想到这一骂却引发市场焦虑 美股大跌后财政部长梅努钦 23号与六大银行高层通电话 24号人在墨西哥度假的他 还赶快与五大金融市场监管机构 召开电话会议 向借此安抚市场 但时间点太敏感了 叶丹业联邦政府因为预算乔布隆 继续关门 川普还取消去佛州度假的行程 坐证白宫 美墨围墙经费卡关 参议院没办法就临时开支法案 达成协议 导致政府关门 已有80万联邦政府员工受影响 42万人得无薪工作 38万被迫修无薪假 我认为这是很可能 这个禁止会 连到28号 进入新议会 川普2018年忙得焦头烂额 对外有川金会 贸易战 对内有大法官争议 通俄门 阁源出走等等 纽时报导 2019年川普将内外交迫 跟幕僚们异见相左的他 恐怕得孤军奋战 TVBS新闻综合报导